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创造力的火花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脑内音乐家 音乐如何抚慰心灵与激发创意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脑内音乐家 音乐如何抚慰心灵与激发创意 在开始之前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在洗澡时唱歌 突然觉得自己像是音乐界的天才 停顿等待反应好吧 或许只有我这样的自恋者 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是音乐的魔力所在 首先音乐对我们的情绪有助深燃的影响 研究显示听音乐可以释放多巴胺 这是一种让我们感到快乐的神经传导物质 想象一下当你在办公室里 听到一首你喜爱的歌曲时 整个工作环境都变得不一样了 你可能会开始想 为什么这么多文件堆在桌上 却感觉像是在参加一场音乐会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它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抚慰 甚至在最繁忙的时刻也能带来一丝轻松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音乐如何激发创意 许多艺术家和创作者都会在创作过程中听音乐 举个例子 著名的画家范古就喜欢在创作时听音乐 据说他甚至会在画布上 随着音乐的节奏挥舞画笔 想象一下如果他听的是重金属音乐 可能他的画作就会变得非常激烈 充满了火焰和雷电 而不是那种柔和的心意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关于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他在思考相对论的时候 据说当他遇到难题时 他会停下来弹奏几首巴赫的曲子 然后灵展就会如泉涌斑涌现 这让我想起来 或许我们也应该在考试前多弹几首曲子 这样就能把所有的公式都记住了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 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 它还是一种强大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无论是用来放松心情 还是激发创意 音乐都能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下次当你在洗澡时唱歌 或者在工作时听音乐时 记得你脑内的音乐家 正在为你创作一首属于你自己的交相曲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脑魅侦探 记忆的谜团与寻找真相的旅程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神秘而又迷人的领域 脑内侦探 记忆的谜团与寻找真相的旅程 想象一下 我们的脑袋就像一个侦探社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记忆 情感和想法 随时准备解开生活中的谜团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记忆的本质 记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录音机 而是一个充满创意的编辑师 当我们回忆起某个事件时 脑海中的编辑会根据当前的情绪 环境和其他因素 对记忆进行重新编排 这就像是电影剪辑师 可能会把一场悲剧的场景剪得更感人 或者把一段搞笑的对话 加上特效让它更有趣 结果是我们的记忆 可能与时机发生的事情大相径庭 举个例子 想象一下你和朋友一起去了一场派对 派对上有一位穿着奇怪服装的人 几个月后你们在聊天时 可能会回忆起那位外星人的搞笑舞蹈 但实际上当时那位朋友 只是穿着一件普通的T恤 只是因为你们的脑海中 充满了阴祸的情绪 再找他变成外星人 这就是记忆的魔力 也是他的诡计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虚假记忆的现象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因为他告诉我们 记忆并不是绝对可靠的 心理学家曾经进行过一个实验 让参与者回忆起他们童年时的一次假冒事件 比如你曾经在迪士尼乐园泥路过 结果许多人竟然开始相信这个虚构的记忆 甚至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泥路经历 这就像是脑内侦探被一个狡猾的罪犯给耍了 让他们相信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故事 那么如何在这场记忆的旅程中寻找真相呢 首先我们需要学会质疑自己的记忆 当你回忆起某件事情时不妨问自己 这真的发生过吗 还是我脑海中的编辑在搞鬼 其次与他人分享你的记忆 听听他们的版本 这样可以帮助你听凑出更接近真相的画面 最后记忆的旅程不仅仅是寻找真相 更是了解自我的过程 每一段记忆都是我们人生故事的一部分 无论是美好还是糟糕 他们都塑造了今天的我们 就像一部电影虽然有高潮迭起的情节 但最终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 关于成长和变化的故事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 当你们在脑内侦探的旅程中 探索记忆的谜团时 记得带上你的幽默感 因为有时候最有趣的真相 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似荒谬的回忆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脑内魔术师 想象力的奇幻之旅 与创造力的火花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踏上一段奇幻的旅程 探索我们脑海中的魔术师 想象力就像是一位隐形的艺术家 总是在我们的脑海中挥舞珠花笛 也可能会问 这位魔术师到底是谁 其实它就是我们的脑袋里 那个总是喜欢做白日梦的部分 想象力的奇幻之旅可以追溯到古代 想象一下 当时的科学家们可能在思考 如果地球是圆的 那么我们会不会掉下去 这样的问题 这种想象力不仅让他们提出了新理论 还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地球上 安然无恙的走来走去 甚至还能在网上订购披萨 这可这是想象力的火花呀 而创造力则是想象力的实践者 它就像是想象力的助手 帮助我们把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变成现实 举个例子 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时候 想象力让他看到了黑暗中的光明 而创造力则让他在无数次的失败中 终于找到了那根 能让我们在夜晚不再摸黑的灯次 有趣的是 想象力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咖啡和奶泡 没有咖啡奶泡就失去了意义 而没有奶泡 咖啡也变得单调 想象力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而创造力则让这些可能性变得具体克星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 据说著名的画家毕卡索 曾经在一次聚会上看到一位小女孩在画画 小女孩的画作充满了色彩和童趣 让她不禁感慨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 问题在于如何保持这种艺术家的心态 直到我们长大 这句话不仅道出了想象力的重要性 也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那份童真 让脑内的魔术师持续施展它的魔法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珍惜这位脑内的魔术师 勇敢地去想象 去创造 因为在这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里 使用我们的想象力 能够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奇幻之旅 各位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脑内音乐家 脑内侦探和脑内魔术师 这三位来自我们心灵深处的神秘角色 他们分别在音乐 记忆和想象力的领域中 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惊喜与启示 总结一下 音乐如同一位抚慰心灵的治疗师 释放快乐的多巴胺 让我们在忙碌中找到片刻的宁静 而记忆则像是个狡猾的编辑 让我们的回忆如同电影般精彩 却又不乏曲折 最后 想象力和创造力则是我们脑内的魔术师 时刻提醒我们要保持童真 勇敢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奇幻世界 那么这些神秘角色 又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其实 音乐能让我们的情绪起伏不定 激发我们的创意火花 而记忆的异变性 则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 因为我们无法确保明天的回忆 想象力则是我们面对挑战时的秘密武器 让我们能够在困境中找到新的出路 在这里 我想以幽默的语气提醒大家 或许下次当你在洗澡时唱歌 或是回忆某个搞笑的派对时 别忘了 你的脑妹音乐家 侦探和魔术师 正在为你创作一部精彩的故事 所以请记得保持一颗好奇的心 让这些神奇角色在你的生活中发挥最大的潜力 现在我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 你们有没有过与音乐 记忆或想象力相关的趣事或疑问呢 欢迎分享 让我们一起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们节目点赞 点赞 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